大家好我是時光爆合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影片最大的動力 如果提起Bond Pan寶柏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想起50 Phantom 50層這款換標 但可能你未必知道50層是為什麼的 但原來50層是一個深度的單位 大概是等於91.45米 有專家說50層是人類帶著水費潛入水裡 可以安全活動的最深的深度 在1952年的時候 法國的海軍是想為他們的潛水人員 找一款很高規格的潛水標 他們在國內都曾經嘗試過 但沒有標廠能夠達到他們的嚴格要求 除了布魄 當年Bond Pan的CEO Shan Jack Voucher先生 他自己本身都是一個業餘的潛水愛好者 所以他自己都想研發一款 可以讓他帶來潛水的換標 於是他就接受了法國海軍的挑戰 在一年之後1953年 Bond Pan就研發出50 Phantom 50層的換標 第一代的50 Phantom是很大隻的 42個毫米 相對於當年Dress Watch 一般來說30到32毫米的直徑 它是很大隻的 可以說是一隻巨毛巴 而且這個巨毛巴還有很強大的功能 除了防水可以達到50層的深度 它本身的錶面設計 專門為潛水人員去做 它是用了黑色來做錶面顏色 配合白色的時錶和指針 還加上夜光塗層 所以在暗黑的水底環境 潛水人員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時間 為了增強防水的能力 Mr.Velcher還研發了一個雙重蜜蜂的標關 他這個設計還拿了專利 50 Phantom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這個功能就是單向旋轉的標圈 Bond Pan是第一個推出單向旋轉標圈的品牌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這個標圈是可以給到潛水人員 去計算剩餘的氧氣時間 而單向旋轉的標圈 就算你意外去動了標圈也好 你看到的毒素 永遠都是低過你那個氧氣的實際剩餘的時間 所以那些潛水人員在水底下就會更加安全 法國的海軍當年還要求這款碗標要防持 所以Bond Pan就為50 Phantom設計了一個軟鐵殼 令到它可以不受到磁力的影響 除了法國的海軍之外 還有其他的國家例如西班牙、德國、挪威、以色列的海軍 都有用50 Phantom 甚至美國的海軍陸戰隊都有用 雖然50 Phantom在軍事用途方面 就拿了很大的成就 但它始終是一隻專業的潛水功能碗標 就未必是適合所有的人 比如這樣說 如果是女士又或者是業餘的潛水愛好者 他們可能會想要一隻比較細隻 但是功能一樣強大的潛水標 所以Bond Pan就在50 Phantom的基礎上 再開發另一款碗標 比較適合日常配戴 他們稱這款碗標為Batherscape Batherscape這個名字也很有來頭 原來Batherscape是一個潛艇的名字 當年還曾經潛入人類以知最深的海藏 Marina Trench Batherscape和50 Phantom 基本上擁有相同的防水性能 但它更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它有一個日力槍 而且它的日力槍都比較特別 一般的日力槍都會在三點或六點的位置 但Batherscape的日力槍 就放在四點和五點之間 50 Phantom和Batherscape 在功能上有點類似 但50 Phantom比較大隻 Batherscape比較小 不過它兩個的設計語言就很不一樣 50 Phantom 雖然很大隻 但它是很多弧線的 所以給人看起來它比較內斂 好像沒有那麼兇 但Batherscape它整體的設計 都是很靈覺分明 讓人覺得它很有性格 例如我們看它的標圈 它的標圈比較窄身 但很平整 配合它靈覺分明的標耳 這麼多年的發展之後 Batherscape其實已經成為了 BondPlan一個比較全面的碗標系列 它裏面就有主打的三針自動日力款 還有Full Calendar全力款 或是Annual Calendar年曆 還有這個擁有非反計時 Frybreak的Pronograph 今天我們想說兩款Batherscape的新標 這兩款標的功能都不是第一次出現 不過它們的碗標材質很特別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款碗標 這一款就是Full Calendar全力的碗標 我們先看看它的功能 全力跟萬年曆或年曆都不同 全力是一個信息量非常之大 非常之多的複雜功能 它可以讓我們看到日期、星期、月份 而BondPlan的全力還有一個很漂亮的月上 BondPlan的月上為何這麼特別呢 在月亮的設計上它們下了很多心思 如果是女裝的碗標 那個月亮就會是一個閉上眼 有一顆美人志的美女 如果是那個男士的款式 就會是一個微笑著的英俊的月亮 除了這個月亮之外 BondPlan的全力的碗標還有一個特色 一般的碗標的日期 都不可以在晚上九點到凌晨三點 這段時間去調教的 因為如果你在這段時間調教的日曆 就會閉上了那個機心 就會損害它 但是BondPlan的設計是非常之完善 它是可以克服了這個困難 你就算二十四個小時 任何一個時間去調教這個日曆 都不會影響這隻碗標的運作 我們去看看碗標的標面的佈局 日期是由一支中央指針 那個指針的尖端就是有一個半月形 它是負責指示那個日期的數字 而那個星期和月份 就分別在兩個小窗裏面出現 那兩個小窗就在12點為止 在六點位我們就看到那個很漂亮的月相 和那個29.5日的月亮週期 整隻標都是一個灰色的 即是無論那個標的標面 標圈或者標殼都是一個灰的顏色 整體來說給人有一種專業和沉實的感覺 這一次50 Phantom的Bavosky Full Calendar的碗標 有兩種材質的選擇 一種就是Grade 23 Titanium 太合金 另外一種就是18K的紅金 紅金雖然是珍貴 不過一直都有 我們來看看這個很特別的Grade 23 Titanium 太合金 Grade 23 Titanium 比我們一般見到 多數用來製作中標的Grade 2的Titanium 是有些不同的 Grade 23 Titanium 主要是用在醫療的儀器上 做它們的材質 所以它是比較強大 而且它的含氧量是很低的 含氧量低有甚麼好處呢 就可以令到這個Titanium 是更加好去抗腐蝕 和抗斷裂的 因為它是比較強壯 Grade 23 Titanium 還有幾個特點 第一就是它的顏色是比較深的 而且它不是那麼適合做拋光 比較適合是用拉絲的封鎖 而做拉絲的封鎖 令到它不會反光 更加適合像Bavoscape 這種比較專業的潛水錶 另外單向旋轉的錶圈 都是有陶瓷的塗塗 而在陶瓷裏面有一個60分鐘的分钟刻度 就是用了SWATS Group特有的 Liquid Metal 的技術去做出來的 碗錶的面和底都是用了藍寶石水晶玻璃 底部就可以讓我們看到 寶柏自家生產的自動上鏈機械機芯的運作 那個自動的擺陀都是用金去做的 還倒了灰色 是整體配合碗錶的灰彈 碗錶是可以提供72小時的動力儲備的 好了 講了那麼多關於全力碗錶 我們來看看另外一款 是擁有非反計時功能的Bavoscape Fryback Chronograph Fryback Chronograph 非反計時在計時的功能裏面是比較好用的一個功能 為何我這樣說呢 因為當你啟動了計時的時候 你按動四點鐘位置的按鈕 那個計時的針就會馬上歸零 放回那個按鈕的時候 它又會馬上開始重新計時 如果你是需要計算一些重複的活動 這個非反計時是非常之方便 碗錶的整體設計 都完全是跟足Bavoscape的DNA 那個錶殼的直徑都是43毫米 它的厚度是14.9毫米 給人看上來整體都是很有立體感 計時的Start-Stop-Reset的按鈕 是圓形的設計 是比較Vintage的 它的操作都很暢順的 最主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機心 是擁有倒處輪和垂直的離合器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倒處輪管理的計時功能 令到它的起動停止和歸零都會特別暢順 而那個垂直的離合器 就可以幫助當我們起動計時的時候 那個秒針不會震動 碗錶我們看看錶盤 我們就會發現它那個計時 是用了兩個盤的計時設計 在三小時位置就是一個30分鐘的計時盤 而在九小時位置就是一個12小時的計時盤 12小時的累計時 我自己覺得在計時功能裡面是比較實用 因為可以比我們計算比較長的時間 在碗錶裡面有一個部分是我自己特別喜歡的 就是六點鐘位置的小瞄針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小瞄針尖端的圓點是白色的 它上面都加了這個Supernomanova 可以看到幫攀其實對細節是注重的 即是碗錶本身跟這個全力碗錶一樣 可以防水300米有一個船入式的錶棺 它的錶底蓋都是藍寶石水晶玻璃 讓我們可以欣賞到這個 同樣是寶柏自家生產的非反計時機心 這個機心還是一個高頻的機心 即是說它的每小時的震頻是達到36000轉 可以比我們計算準確到十分之一秒 這隻碗錶的油絲是用這個Silicon的材質去做的 令到它可以不受到磁力的影響 整體的動力的儲備是達到50個小時的 雖然這個Fryback Chronograph 有兩種的材質可以讓我們選擇 就是Great 23 Titanium和18K紅金 我自己覺得雖然18K紅金是比較高貴 但因為50 Phantom這個Batherscape 是一個運動的DNA 所以我就覺得Great 23 Titanium 是更加適合它 Batherscape是一款非常有個性的碗錶 它的設計很像很容易被人認出來 而且它的功能亦都很全面 有三針自動 有Full Calendar 有Annual Calendar 亦都有非反的計時 每一個功能都有一個很清晰的定位 不知道你比較喜歡是哪一款呢 好了,今星期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字幕會更是幾次 谢谢观看